接着要带您掌握东南亚的最新动态 首先看到泰国宪法法庭下周二将联审三大案 包含解散前进党案 赛塔总理资职案 还有中选会举行上议员选举的一系列规定 是否构成为宪案 其中赛塔总理资职案宪庭要求当事双方 在17号的时候要提交辩护文件 另外泰国国家软实力战略委员会宣布 在6月28号到30号要首次举办软实力论坛 将向全球推广11个行业 还会邀请韩、台、港相关行业代表 将泰国宋干节推向国际市场 另外泰国也向全球大约175个国家出口大米 大约有41个非洲国家是泰国的米客户 而非洲国家人民喜欢吃的是真谷米 其次是白米 所以即使泰国米价格高于越南跟印度米 非洲的消费者还是非常喜欢购买 只是美中贸易战导致全球产业供应链大洗牌 马来西亚公布国家半导体战略 规划将封装测试产业转入高价值的前端产业 大马投资贸易部就希望发展更具有活力 跟韧性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 还有北苏门达腊居民担心 中资公司采矿可能会影响到农民生计 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前抗议 要求取消开发计划 而他们是戴着农作物演行动剧 戴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印尼总统左科威的面具来进行抗议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